小运播报2022年10月7日 星期五农历9月12人营年及有月鬼4日 法定节假日 红榜生肖牛鸡龙需要注意 兔虎猪喜神方位东南方财神方位 正南方宜订婚搬家宴会开业交易签约解除 置业纳财出货进人口动土新造装修计结婚 出行幸运数字三六幸运颜色绿色灰色脆色 no0.1丑牛鼠牛人笑口常开的一天 有收到礼物或奖金的机会 而且业务销售者在竞争中有望赚到更多钱财 钱包股股 另外人气飙升 不管何时何地做什么事情都会有贵人为你排忧解难 no0.2有机鼠机人今天特别棒 坚持力与持续力较强 懂得随机应变 工作中如鱼得水 在贵人的帮助下适合理财 容易有丰厚的利润空间 另外良好的人际关系更给你带来了助力 做起事来一切顺利 no0.3成龙鼠龙人喜事不断的一天 之前投资理财项目今天可以收获了 同时也适合购物 有机会寻觅到性价比超高的商品哦 桃花棒极了单身者被优秀异性包围 好好挑选众意之人吧 有伴侣者不妨陪爱人去逛街 添置些新百事货物品 会让他很愉快 no0.4生猴鼠猴人充满快乐的一天 工作极佳 一切顺利推进 高质量高效率完成任务 获得领导的表扬 此外有放松娱乐的机会 和朋友们在一起玩得特别开心 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 no0.5四舌鼠 十人心情舒畅的一天 人际关系良好 贵人强劲 如虎添翼 可靠缜密的规划和自身能力 取得优异成绩 如果天气晴朗 出去游山玩水吧 锻炼身体的同时舒缓压力 no0.6虚狗属狗人 今天财富颇佳 只要把握得当就会有不错的进账 另外出门在外要多留意各种广告信息 容易获得更多商机 爱情较好 单身者有机会结识相互欣赏的异性 有伴侣者因繁忙而忽略另一半 建议多抽时间陪对方 别让爱人等太久 no0.7未养属 洋人今天小有财富 金钱上容易有临时收入的可能 如果将这些钱花费在助人为乐上更会为你带来好运 此外好好利用机会去挖掘自己内在的潜能吧 要始终保持生命的活跃状态 而不是在无所事事中趋于平庸和消极 no0.8直属属属属人理性重于感性 对事物的思考方式一直强调理论性 让人有严肃的感觉 需要多加一些幽默话语才不会表现太古板哦 而且今天很多临时状况会不定时出现 虽然让人头疼 但只要冷静面对就能迎来转机 no0.9无麻属马 人今天情绪不稳定 心情莫名烦躁 感觉浑身不舒服 另外身边会出现一些对你不利的流言蜚语 尤其那些刻意讨好接近的人更要多加注意 建议看看喜欢的书籍 听听舒缓的音乐 能使心情慢慢平复下来 no0.10卯兔属兔人今天被急了 做事不仅粗心大意 而且判断力严重下降 不适合做决定 尤其钱财方面的事宜更要多加小心 以免造成财务损失 另外固执己见 心浮气躁 影响工作进展 错误多多 no0.11引虎属虎人 今天为人处事我行我素 不听取身边人的意见和想法 更不喜欢听命行事 导致人际关系下滑 招人讨厌和反感 建议保持以往的开朗心态 谦虚低调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no0.12害猪属虎人今天很低落 钱财方面问题较多 而且想法古怪 偏激 不听取别人的建议 容易付出惨重的代价 还要特别注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为人处事时不可焦躁 多些耐心 更不要逃避现实 沉迷于享乐之事 2 5 5 10 1